盆景是房子最好的装饰物之一了 看到它们美丽的外观 可以帮助你释放压力 并且还能净化房间里的空气 有什么理由能不爱它们呢 据悉盆景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最早起源于中国 后来在日本禅宗的影响下再次发扬光大 由于采用生长限制的技术 如掐牙 修剪 物件和限制肥料的使用 这些植物都被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生长 枫叶盆景 这棵盆景树已经超过800年了 紫藤 这棵盆景树在广岛生存了390年 苹果树开晚花的时候 森林盆景 杜鹃花 日本红蜂 苹果树 哈比仁盆景 创意盆景 智力树 樱花 苹果树 木兰 杜鹃花 火急 日本枫叶 秋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